今年618又花了一万多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购买历程 有些东西开始想买 后来没买 有的开始想买便宜的 结果买了个贵的 有的开始没想买 后来竟然买了 第一个就是NS Pro的手柄 国行的 平时400多 实负388 买这个手柄的目的 就是为了体验一下 这些一张原装手柄的做工 质感和HD震动 第二个 美迪冰箱508 白色的4200多 开始想买2000多的 那个海尔 因为之前用的就是海尔 用了20年 现在还没坏 这次搬新加 准备买个新的 开始选的是海尔的535升的 2800多块钱 一级能耗 风冷 变频 入门级静味 比我之前用的好的太多太多 但是后来一研究才发现 现在大家都买叫什么双循环 它有高级静味杀菌 但是海尔具备这两个功能的 都得一万左右 价格比我开始选的 那个535翻了三倍 不知道是不是智商税 选来选去 最后选了个美迪的508 它有这俩功能 开始觉得花4000多块钱 买了个美迪 心里接受不了 但是看到海尔价格 比这个还要贵一倍 心里就坦然接受了 第三海市的M6出池机 和C40烤箱 这俩一共3100多 这个M6 相当于咱们眼中的RTX4080 想卡 这是我老婆心心念很久的东西了 可惜现在家里剩余空间不足 具体我也不懂 反正她挺喜欢 不多说 第四个 原是木宇的原饭桌和餐变柜 橡木的 活动价是6300多 也是我老婆挑的 也是为新房准备的 开始想买橡胶木的家具 这两个加在一起 2000块钱就够了 同样的家具 橡木的比橡胶木的 价格贵了三倍 这个不是智商税吧 这个也不懂 我懂的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 还有一个路由器 我想买一个信号好的 顺便升级成2.5G的网口 我看中了TP-Link的6088 700块钱 还有小米的7800块钱 后来经过我一番折腾 现代满屋的信号都是满满的 具体方法 如果你们需要 以后再分享 这样就没有必要买新的路由器了 因为即便花了这个700块钱 换了新路由器 也不会有明显提升 这钱省了 最后还差一个智能门锁 本来看好的 是一个小米的新品 叫E10 结果一座活动 小米ES的活动价格 跟E10差不多 那还不如买ES 回头等我具体测量一下 那个门之后 再决定购买 都说搬个家穷半年 这还没搬一万多 就花出去了 不过还好 都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生活品质 不算过度消费 你们的618都买了个啥 欢迎起来评论区